市場熱度稍微清淡 交易量稍微沒辦法出來的時候 這種時候通常都是 中長線投資的好時機 齊先生老師 這個階段就幫我們帶來了 中長線的價值產業 面板級扇出型封裝 但是這一塊 好像市場上面討論很多 你會深入在看哪些區塊呢 我覺得說他們來講的話 算是一個長期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個關注的族群跟標的 那現在 因為他們前一陣子算是漲幅比較兇一點點 那現在如果剛好大盤有在做一個拉回的話 那大家反而是一個拉回 那可以去做一個低階佈局的 好的佈局的時間點 那我們就知道說 在這個禮拜就是昨天開始吧 那時候9月10號開幕的 就是國際半導體展 那這個就是目前來講台灣 算是半導體的盛會 我們也知道說什麼Intel 或是美光 還有海力士 他們通通都有派高層來到台灣參加這個展覽 那其實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最近討論 熱度很高的面板級扇出型封裝 那這個面板級扇出型封裝的話 我記得上次的台積電法說 好像他就有提到說 在未來的三年他這個技術就會開始做一個純熟 那除了台積電之外 其實我們都知道Intel 輝達或是AMD 他們也都是積極的在往這一塊去走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現在大家對於說晶片要做的那個需求 是越來越小 然後效率越來越高 那有的時候可能說 台積電已經做到2奈米 那接下來他可能需要再提升效率的話 就需要用這些 一紙整合的封裝去把它來做一個提升 所以說現在研究機構在預估 就是說未來的5年 面板級扇出型封裝的那個年成長率 是會來到32.5% 也就是說在接下來的5年 我們都可以持續的關注 所以這個才會是說 如果大盤再拉回 或是說當產業他們開始有在做一些休息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長線布局的標的 好 那在這個FOPLP這塊當中來講的話 其實裡面都是這一次的論壇 有一個大家討論蠻深的東西 就是RDL的製程 那個重部線程的製程 那這個東西有一點點的複雜 那我們就很簡單的跟大家來講 然後講完之後 希望大家就能夠明白 這個重部線程 其實就是把不同的晶片 把它集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集合在一起的話 它就可以省掉一些前端 後端的封測 它就直接把它封裝在一塊裡面來講 那左邊那張圖的話 就是那個FOPLP 面板級封裝 那個面板級扇出型封裝的這一塊圖 那它最底下就是重部線程 那如果以重部線程的那個製程 實質化來講的話它就是右邊 那右邊來講的話 它的步驟是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簡單來講就是四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塗布設備 就是它會把一些化學藥劑 就是說一些像PEI或是光阻劑 把化學藥劑把它們塗上去 然後接下來就會經過濕製程 清洗石科跟顯影 那同時呢最後的話 它就會做一個布線跟切割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它就是它的優勢非常多 它就是可以把它們所有的東西 整合在一起 那滿足更複雜的設計需求 那在這一點 所以它衍生出來我們的台股連接呢 有 我們就有幫大家整理了 剛才有講到你要塗一些 特殊用的化學材料 那這邊的話你就可以看到永光 或者1711的永光或是達星材料 那塗布製程的話 你可以看製胜跟萬潤 那石科製程的話 你可以看紅素跟聖衣 那它的那個承載的那個東西 是主要是玻璃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多人 都來講這些玻璃機吧 那你就可以看正打跟群翼 切割同時我們在做這個 重複線程的話 你會需要切割跟磚孔 那你就看泰深跟均滑 那以全部來說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你首先 先看指標股3131的紅素 這紅素已經落下來了 對 它就是因為落下來了 就是它落下來 那它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你看它過去的K線圖 你可以發現到它在過去 它其實跟那個源泰蠻像的 在過去來講都是說 季線有一個強烈的支撐 所以說如果它這次算落下來 可是它如果守住季線的話 那我覺得說 或是跌破又再漲回去的話 那我就覺得那是一個 很好的加買點 你就說如果紅素有撐住 有撐住 其他的設備股具有機會在往上 設備會上去 那連帶整個面板級扇書型封裝 也都會再來一波的意思 我相信是會的 老大哥就看紅素了 這是在面板級扇書型封裝要深入看的一個焦點方向 給大家做參考 您收看的是古海洋帆